公元581,杨坚终于迎来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,登基成帝,建立大随,史称隋文帝。 那么杨坚如何完成了这个巨大转变呢?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都发生了什么?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杨坚?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《大随风云》上部第十集建立大随。 公元580年,杨坚平定了三宗观叛乱之后,他的身份开始不断地变化,不断地提升。 公元580年9月,杨坚被任命为大丞相,10月又加上了大中载。 12月,杨坚的爵位晋升为隋王。 转过年来,即581年2月,周静帝又把杨坚的职务换成了巷火, 而且让他见旅上殿,赞败不明,加九溪之力。 此时杨坚的身份已经超越正常大成的红线,改朝换代只剩下时间问题了。 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完成的身份转变呢? 大随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?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,做客百家讲坛,为您讲述系列提供。 大随风云上部第十集,建立大随。 那其实走到这一步,我们也知道了,这大臣呢,已经当不下去了。 那现在,改朝换代只剩下一个时间选择的问题了。 那究竟选哪一天呢? 这时候啊,专门负责观测天象,精通天文历法的那个术士,叫于济才,就开始出面说话了。 他说呀,二月份的时候,太阳出卯入有,是指它的位置是从正东方出来的,是进入天之正位。 那么太阳呢,就象征天子嘛,所以天子即位,应该在二月。 那具体是二月的哪一天呢? 这个余济才认为啊,甲子日最好。 为什么呢? 因为甲是天干的开始,子是地支的开始。 而且呢,这两个又都应九,九是天数。 所以啊,这个啊,甲子日很吉利。 另外呢,这一年的甲子日,还是经者。 经者是一个节气,咱们知道,那是阳气复苏,万物蒙动的时候,这个节气也显得很吉利。 还有呢,这个余济才还说呀,周武王,这个周武王是指西周的那个武王。 他就是二月甲子这天即位的,所以西周东周加起来,不是一共享国八百年吗? 非常长久,所以我们这个新朝也应该是在二月甲子这一天盖朝换代。 各方面都特别的吉利。 那既然余济才把这具体日子都替啊,这个阳间选好了。 那小皇帝周静帝也就只有配合的份。 怎么配合呢? 其实啊,当时李德林早就替小皇帝起草了一份善未诏书。 这时候周静帝只需要派人把它宣读一遍就行了。 善未诏书怎么写的? 李德林很有水平。 我们念其中一段。 他说呀, 什么意思呢? 其实也挺简单的一个意思,就是天命不长,为德是府。 现在天意人心都已经在隋王这边了。 我也就是周静帝,虽然很愚昧,但是对于形势也看得清清楚楚。 所以啊,我决定殉居别宫,善未于隋王。 那皇帝这个善未诏书一宣读,就等于他做了正式表态了。 那在履行一番三让而后寿之那一类的手续,啊,终于在二月的甲子,也就是十三日这天,杨坚就接受了北周的传国印习,正式称帝了。 那杨坚正式称帝建了新朝了,他这新王朝叫什么名字呀? 这个我们也知道一个规律,在中国古代呀,这个新王朝的国号,往往是根据这个开国者在前朝的封号而来的。 那杨坚的封号是什么呢? 杨坚原来不是隋国公吗? 后来又变成了隋王。 所以新的王朝就按这个来,就叫隋。 只不过呢,我们要知道,原来说隋国公也好,隋王也好,他都是走之旁那个隋。 就是今天我们说隋隋便便那个隋。 不是杨坚觉得这不吉利呀? 这字怎么在走之旁呢? 我辛辛苦苦建了一个王朝,那不能说走就走啊。 得改一个字,改什么字呢? 改一个同音字。 好,走之旁那个隋,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隋朝的那个隋了。 那国号定下来了。 国号定下来了,还得定一个年号。 那开国这年叫哪年呢? 杨坚说了,这一年呢,叫开皇元年。 定的这年号叫开皇。 开皇有没有意义呢? 那不可能没有意义啊。 首先啊,开皇它是一个佛教名词。 意思就是,圣皇起运,相伐在兴。 就他当皇帝之后,那佛法就要兴起了。 那我们知道杨坚其实在寺院里出生的嘛,小的时候是被尼姑养大的。 所以呢,他对佛教有感情,是一个佛教徒。 那用这个佛教名词作为年号,这是向佛教徒表态呢。 从此之后,北周五帝废佛那样的事情过去了,在新的王朝,我会大力弘扬佛法的。 这是向佛教徒表态。 这还不够。 开皇这个年号,不仅是一个佛教名词,它同时啊,还是一个道教名词。 这道教的灵宝经里说了,天地之间每41亿万年就是一节,每新的一节开始,就有一个新的年号。 那在灵宝经的系统之中,开皇就是历节之后的年号之一。 那这样看来呢,杨坚用这个年号,这也是向道教徒示意一个新的节数开始了。 这节数要多少年呢?41亿万年啊。 杨坚的野心不小啊,开天辟地以来好像也没有这么多年。 他认为自己的统治就应该是达到这么多年。 那杨坚一个年号同时拉拢了佛道两教,我们就知道了,他是希望得到这两教的双重保佑,要开启自己的万年基业。 那建立大随改元开皇,这可是杨坚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了。 当年尼姑智仙不是说儿当大贵吗? 后来也不断的有术士给他算命,说他呢必得天命。 那为此周武帝和周宣帝还屡次想拿他开刀。 现在呢,这种忧心忡忡的日子终于过去了,他终于可以享受大富大贵了。 那一种啊,威家八方,君临天下的豪情,就在杨坚的心头升起啊。 公元581年,杨坚建立大随,史称隋文帝。 杨坚改朝换代成功,有一个人却被放到了最尴尬的位置上,她就是杨坚的女儿,北州太后杨丽华。 现在大随王朝取代了北州,这个前朝太后怎么办?杨丽华又如何看待杨坚的作为呢? 我们讲过杨丽华呢,其实是一个软弱的女性。 所以周宣帝刚刚去世的时候啊,他就很希望自己的爸爸杨坚能够在艰难时刻帮他一把,为此还动用太后的权威,让杨坚能够较兆复正。 可是一旦他发现杨坚置不在此,或者置不止于此的时候,杨丽华的态度可就变了。 他是不愿意让爸爸盖朝换代的,为什么呢? 两个原因,第一个原因,我们知道古代讲了,女子出嫁从夫。 那既然杨丽华已经嫁给了宇文氏,嫁进了北州的皇室,他就得谋求人家北州的利益。 所以呢,他不希望父亲变天,这是一层一丝。 第二层原因,杨丽华也得为自身考虑啊。 一旦杨坚改朝换代成功,他这个前朝太后,这算怎么一回事呢? 这身份不好摆正。 所以啊,杨丽华不满意他爸爸想要篡位。 那他怎么办呢? 按照《周书后非传》的记载,说, 后知其父有意图,一波不平,行于颜色,即行善待,愤婉欲慎。 什么意思? 杨丽华一旦发现他爸爸杨坚图谋不轨,他就行于颜色了。 什么叫行于颜色呀? 指桑骂槐呀,摔摔打打呀,就表现出了不满情绪。 等到杨坚真的改朝换代之后,他表现的又格外愤愤不平。 可是大家觉得这些有意义吗? 没有意义。 他作为一个女儿,一个前朝的太后,他没有任何实际权利,这样做能有什么意义? 那杨坚怎么处理他这个前朝太后啊? 我们也知道杨坚心里啊,还是觉得有点对不住自己的女儿的。 所以呢,当上皇帝之后,他又重新封杨丽华为乐平公主,而且呢,还打算给他找一个成龙快婿。 但是这一切都被杨丽华给拒绝了,就以乐平公主的身份撩此一声。 那从前朝太后又过渡到新朝的公主,在中国历史上,乃至于在世界历史上,可能这是独此一家呀。 这是一个家庭悲剧。 我们也知道,历史上所谓的偶然性啊,它的背后往往是有一些必然性的因子在起作用。 杨坚见随也是一样,看起来是事出偶然,但是在偶然性的事情发生之前,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铺垫了。 这是什么意思? 我呀,把这个历史铺垫归结为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三个方文。 什么叫天时? 我所说的天时,是指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分裂,这时候已经应该结束。 什么意思呢? 我们前面讲过,自从西晋末年,匈奴人刘渊建立政权开始,中国的北方,也就是中原地区,就一直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,可以说是胡锋弥漫。 后来到北魏的时候,魏孝文帝打算实行汉化改革,也确实推行了一段时间。 但是呢,他的汉化改革,又触犯了六镇险卑的利益,激起了六镇起义,那所以汉化的进程,就被迫中断了。 后来由北魏分裂而成的东魏和西魏,因为都是六镇险卑,当家做主嘛,所以都在一定程度上,又重新表现出胡话的倾向。 举一个例子,西魏的权臣宇文泰,他不是建立府兵制吗? 当时所有领兵的汉人将领,都必须给他一个胡姓,赐胡姓。 比方说杨奸的爸爸杨忠,当时不就赐姓为普六儒吗? 所以杨忠实际上在有生之年,是一直叫普六儒忠的呀。 而杨奸,他在三十多岁以前,也一直叫普六儒奸呢。 这是干什么呀? 这其实就是想让汉人,特别是有权利的汉人将领,认同于胡人。 这是一种胡话措施。 但是我们也知道,西魏,他毕竟是以少数的县卑将士,进入了整个关中地区,也就进入了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了。 他真想让统治稳定下来,他也不可能完全无视汉人的力量。 所以,虽然一边在主观上进行着胡话,但在另外一方面,客观上,汉话也在开始这种。 我们还拿宇文泰举例子,宇文泰一方面赐给汉人将领胡姓,但是另外一方面呢,他又模仿周礼,就是中国古代的那个周礼,建立了北周的六官制度。 这是干什么呀? 这就是想要通过继承汉族的古制,来确立自己的文化正统性,同时赢得关中汉人的支持。 这是在宇文泰时期,就已经这样做了。 那到了北周之后呢,汉话的倾向就更明显了。 我们前面讲过北周进行的军事改革,其中,周五帝改革中,非常重要的一条,就是允许汉人参军。 允许汉人参军之后,汉人当兵越来越多,那么北周的军队构成就改变了,逐渐变成以汉人为主体了。 那到了周宣帝时期,别看周宣帝是一个不孝子,但是在汉话这个问题上,倒是完全继承了父亲的路线方针了,而且比父亲走的还更远呢。 事实上,周宣帝就是穿着汉人的衣冠登的鸡。 而且也就是在他的统治之下,百官的官服又从胡服改成了汉服。 而且更重要的是,周宣帝为了加强皇权,就打击元老重臣,启用汉人小臣。 所以就在他的手里,北周的官僚队伍构成也发生变化了。 我们一想就能想明白,支持杨奸的,您看文官,比方说刘仿也好,正义也好,李德林也好,高雄也好。 那无一例外都是汉人呢。 那就算是武教,平定三总管叛乱的,韦孝宽,王仪,还有梁瑞,也都是汉人呢。 这说明什么问题? 说明汉族官僚在当时的官僚队伍中已经占据大比例了呀。 那既然现在啊,中延第七是以汉人为主的,就是民是汉人,兵又是汉人,官还是汉人。 那由一个汉人当皇帝,应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吧。 问题是什么样的汉人当皇帝呀? 要知道,当时各个北方民族毕竟已经在中原大地上活动了两百多年了。 他们仍然有很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呀,而且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好,文化传统也好,也给中原地区深深的打上了自己的印记。 那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是一个纯粹的汉人,比方说一个江南的汉人,他能不能担当其统治的重任? 那是不能的,因为他不了解这些背景。 那既需要是一个汉人,又不能是一个纯粹的汉人,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汉人? 简单说,就得是杨坚这样的汉人。 杨坚从原始出身讲,他是一个汉族,没有错,所以呢,他能得到广大汉人官兵民的拥护。 但是与此同时,他又是在贤卑人的政治体制之下长大的,而且还跟贤卑族缔结了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。 他女儿不就嫁给贤卑皇帝了吗? 这又使得他能得到胡人的认可。 那什么意思? 杨坚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产物。 这也是他能当上皇帝被人认可的深层原因。 那能产生这么一个既体现民族融合精神,又代表未来国家发展方向的人容易不容易啊? 太不容易了。 如果我们从311年西晋永家之乱算起的话,已经整整用了270年的时间。 用将近300年的时间,为杨坚这么一个汉人登基做准备,这个天下得来的不容易啊。 我们知道当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之后,说过一句话,感人至深。 他是这么说的,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,但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。 这句话置换给杨坚同样可以说得通。 改朝换代建立大隋,对于杨坚来讲是一小步,但是重新建立一个以汉族为主体,包含多民族因子的国家。 这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可是一大步啊。 这就是天时。 建立这个天时,用了几百年的时间。 我们再来看地利,什么叫地利? 我所说的地利的,就是杨坚出身于关隆贵族集团,这样一个身份。 那我们讲过,杨坚的爸爸杨忠,原来是武川镇人,所以后来才能够进入由武川镇军阀建立的西魏政权中,为此效力,大显身手,并且成为西魏的八驻国十二大将军之一。 而这八驻国十二大将军就构成了后来所说的关隆贵族集团。 那杨坚能够小小年纪就进入仕途,顺利的把自己的女儿嫁进北州皇室。 这和他出身于关隆贵族集团,是有莫大的关系。 其实,他这个出身也是他后来能够篡权的一个基础。 那如果把奠定这个基础放在他爸爸杨忠,那个时代作为开始的话,那不也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了吗? 建立一个地历,用几十年,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那我们再来看人和。 我说的人和是什么意思? 是指周宣帝时代的政治局面。 那周宣帝时期,有两个政治特性,值得我们关注。 第一个政治特性是周宣帝为了加强皇权,所以疏远宗室,宠幸小臣。 第二个政治特性就是周宣帝荒唐惨暴,人心丧寂。 那就因为有第一个特性,所以在周宣帝暴崩的时候,朝廷里根本就出不来一个北周宗室来主事。 那这个辅政大臣的位置才能够达到杨坚头上。 那又因为有第二个特性,所以这个北周的大臣呢, 对于北周统治不满,杨坚也就没有遭遇特别激烈的反抗。 相反倒是很快赢得了大多数官僚的支持。 那这个因素从北周宣帝那个角度来讲,绝对不叫人和,叫诗人心。 但是从杨坚这个角度讲,那就奠定了他得人心的基础了。 所以我管他叫人和。 那建立这么一个人和的因素,如果从周宣帝当政算起的话,那也用了三年的时间了。 那这样看来呢,虽然说杨坚渐随看起来是顺风顺水,而且充满了偶然因素。 但是要论起偶然之外的那些必然因子的话,那就不是几个月,而是几年,几十年,甚至是几百年的艰难里程。 在蒙曼老师看来,历史选择杨坚经过了漫长的过程,体现了社会的进步。 既然如此,那么杨坚建立随朝就绝不是一场简简单单的宫廷政变,而是一个历史新时代的开始。 新时代就要有新气象,杨坚建立的随朝又有哪些新气象呢? 杨坚建立随确实在政治上有一些非常引人瞩目的新气象。 那些新气象,有两方面,杨坚在称帝前后,有两方面的表现值得我们重视。 第一方面的表现,恢复汉性。 就在五百八十年的十二月,也就是杨坚称帝之前,他就以小皇帝周敬帝的名义,发布了一道诏令,诸改姓者一息复旧。 什么意思? 所有在西魏时期改了胡姓的汉人,现在请你恢复汉姓。 那当然第一个受益者就是杨坚本人嘛。 从此他就不再是普六如坚了,他就真的是杨坚了。 说实在的,这个新的称呼,他保证一开始不那么顺口,叫了三十多年的普六如坚,忽然换成杨坚了。 但是他意义重大呀,这是恢复他的汉人身份了呀。 那当然随着杨坚,好多其他的汉人也都恢复了自己的汉人身份。 这是第一个政治举措。 第二个政治举措叫恢复汉制。 就在开皇元年的二月,也就是杨坚刚刚当上皇帝之后,他马上宣布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,改行汉卫制度。 这么意思? 挺复杂的,简单说呀,就是杨坚原来当过的什么司武上士啊,大前仪啊,大总仔啊, 这些我们看着啊,我们听着很奇怪的名号,从此统统退出历史舞台了。 相反,我们听着比较耳熟的,像什么三师啊,三公啊,又诚心进入官职系统了。 而且呢,尚书,门下,内使等等吴省,还有御史台,都水台,二台,还有十二大将军等等政府职能部门都重新建立。 就成为新政府的主要职能部门了。 这个事情很复杂,我们下面还会再讲。 反正,我的意思就是说,这个时候,杨坚的主体原则就是恢复汉人原有的管理体制了。 那当然,无论是恢复汉性还是恢复汉制,杨坚的目的都是要彰显汉人以及汉文化在整个国家中的主体地位。 可能有些朋友要说了,这是不是大民族主义啊? 大汉族主义,是不是? 不是这样,为什么呢? 因为事实上,汉人确实一直在总人口中占绝大多数,而汉文化当时的发展程度也绝不是其他民族文化可以比拟的。 所以,恢复汉人以及汉文化的主体地位,它在整个中国的发展历史上是有绝对的积极地,积极意义的。 也是符合中原各民族根本利益的。 杨坚能够做这样两件事,给自己的政治奠基, 那我们就应该说,杨坚对于时局,对于未来国家的发展方向,是有很好的把握能力的。 是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奠。 给大家举两个例子,请大家和我一起判断一下。 第一个例子,当时有一个官员叫荣建旭,跟杨坚关系挺好的。 杨坚即将改朝换代的时候,他就出任西州次使了。 那这时候杨坚就很得意地跟他讲,说你别走,你在京城里延迟几天,咱们一起享受富贵。 什么意思?杨坚暗示得很清楚,我就要改朝换代了,你等着看光荣的历史时刻。 那么荣建旭怎么回答?荣建旭兜头就给杨坚泼了一盆冷水,说你这种话,我可不敢听。 什么意思呢?我可不支持你改朝换代。 然后就去地方上任去了。 后来杨坚不是照样顺利地改朝换代了吗? 这个荣建旭又以次使的身份来进入京城来朝拜。 这时候杨坚就问他,说这下你后悔了吧? 荣建旭啊,一脸正气,说了一句。 臣敬非徐广,情类扬镖。 敬非徐广,情类扬镖是怎么的? 这其实说了两个点,徐广是谁啊? 徐广啊,本来是东晋的大臣。 后来东晋不是被全臣刘裕篡权改成刘宋了吗? 这个徐广呢,就乌业流涕,卑捕自身。 这是徐广的故事。 那杨彪又是谁呢? 杨彪是东汉的一个大臣。 东汉后来不是被曹魏篡权了吗? 那杨彪呢,就终生闭门不出,自称汉臣致死。 就是不肯说自己是曹魏的大臣。 那荣建旭以这两个人自比,什么意思呀? 我也像他们一样,我也是忠臣。 在新旧王朝的善待过程中,我还是对旧王朝颇有感情的。 很强硬啊。 那么杨坚听他这样讲,杨坚又是怎么表态的呢? 根据通建的记载啊,帝孝曰,朕虽不小书语,义知卿,此言不逊。 什么意思呢? 杨坚笑着说,虽然你调这些书带我不懂, 我没你那么有文化,我也不知道徐广阳彪是谁, 但是我能听得出来,你说的不是好话。 好,杨坚知道人家没说好话,那怎么处置这个荣建旭? 他没有处置,照样信任他,照样让他升官。 这是例子之一。 这个例子能说明什么问题? 两个问题。 第一,杨坚是想要树立传统的儒家价值观。 虽然他自己是一个叛臣,但是既然自己已经建立新王朝了, 他可不希望别人当叛臣,他希望以后所有的人都向荣建旭学习, 对于自己的这个王朝忠诚不二。 这是第一个意思,所以要表彰忠诚。 第二个,它还有什么作用? 杨坚呢,这也是要树立一种宽容的政治精神。 因为杨坚的大隋就是从羽人士的大洲脱胎而来的。 所有大臣其实都曾经为两朝服务过呀。 那怎么能够让他们现在脱离旧朝,死心塌地的为他的杨隋服务呢? 杨坚觉得只有树立一种宽容的精神,允许他对旧朝存在感情, 同时给他重新为新朝效力的机会。 这样才能慢慢笼络人心,才能做到天下归心。 这件事,杨坚处理的是相当不错的,树立了很正面的形象。 但是这仅仅是第一个例子。 第二个例子,对北州宗室问题。 怎么样处置北州宗室呢? 杨坚对前朝的大臣温情默默,对北州宗室可没有那么温情默默了。 就在杨坚建立隋朝之前,有一个叫于庆泽的大臣给杨坚出了一个主意。 他说你已经杀了很多宗室了, 但是我认为你杀的还不够。 那如果你要是想站稳脚跟的话, 应该把所有活着的宗室统统杀掉,一绝后患。 于庆泽提了这么一个建议。 那杨坚怎么考虑一个建议? 杨坚也要想,这个宗室和大臣是不一样的。 大臣你可以对他宽容, 因为那些大臣也不是能够发动什么大事的这些臣子。 但是宗室不一样啊。 宗室有名分啊,有号召力啊。 就算现在活着这些宗室,自己已经没有什么能量了。 万一要是受人利用怎么办? 万一野心家又打他们的旗号怎么办? 那想到这些呢,杨坚就倾向于同意于庆泽的意见, 就要大开杀戒,把当时所有的活着的宗室都统统干掉。 那就在这个时候啊,有一个人来给杨坚提反对意见来了。 谁呢? 我们反复提到过的,北齐文士李德林。 李德林提什么反对意见? 他说陛下不能这样干,不能滥杀无辜。 为什么呢? 他说我们随朝建立,不是说在天下大乱的时候, 我们救命于水火之中,然后我们当上的皇帝。 恰恰相反,我们是欺负孤儿寡妇才得来的天下。 这个呀,在道德上是没有正义性的。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,你在滥杀前朝宗室的话, 只能让人们对你的印象更坏。 一个王朝从建立之初就没有道德正义可言的话, 对长久发展是不利的。 那应该怎么办呢? 李德林的意思很明白,就像他当初派杨坚去设坚军一样, 他现在还是说要宽容,要宽恕,要春风话雨,要慢慢解决。 那当年杨坚听了他的建议了,现在杨坚会不会还听他的建议啊? 非常遗憾,杨坚身份变了,心情也就变了。 他一听李德林这样说,马上怒气冲冲的回了一句, 君书生不足于一词。 什么意思呢? 你是个书呆子,你想不清楚这些事情。 然后照杀不误,就把周靖帝为首的, 包括文帝,就是宇文太的子嗣, 还有后来孝敏帝,明帝,以及武帝和宣帝, 所有皇帝的活着的子嗣通通杀掉了。 同时诸杀的还有一些很远的那些纵事,杀了好多人。 那与此同时,杨坚还开始疏远李德林。 那从这件事我们能看出什么问题来? 还是两个问题。 第一,隋文帝杨坚的宽容是不稳定的呀。 在他的性格之中,是有非常猜忌和残酷的一面, 从他诛杀宗事可以表现出来。 第二点,杨坚对于李德林这样的儒家之分子, 和他们所代表的儒家文化, 是有一种深深的怀疑之情。 那可能我明白了, 你一方面说他宽容, 一利用儒家文化, 一方面又说他不宽容, 他怀疑儒家文化, 他到底是什么态度? 大家仔细想想,会想清楚。 对于杨坚, 对于隋文帝而言, 宽容是权, 不宽容才是精。 换句话说, 宽容只是权宜之计是有范围的, 严酷才是他真正的政治特色。 那对儒家文化也是一样, 利用是权, 不理解可能是更深层次的东西。 杨坚对于儒家文化, 是缺少真正的教养的。 这其实也就奠定了隋朝的一个基本的政治风气。 那这样一来, 我们就看到了, 大隋王朝是带着欣欣向荣的朝气, 但是带着一股肃杀之气, 登上历史舞台了。 这一年呢, 杨坚刚刚39岁, 这正是一个政治家的黄金年龄啊。 那么他会把隋朝带向何方呢? 请看下集。 公元581年, 杨坚终于完成了重要的身份转变, 建立大隋王朝, 成为隋朝的开国皇帝。 隋朝的建立, 虽然是杨坚搞宫廷政变, 欺负孤儿寡妇的成果, 但是它也是中原地区三百年民族融合的产物, 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。 那么在这个新的时代, 杨坚作为一个新上任的皇帝, 会有哪些新的举措呢?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,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, 大随风云上部第十一集, 万物为新。